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下面的文字 吻傍而怒 虽悄心立变 如春蚕作茧 自取缠绵 怒不为无遗 且有害 这一桩事情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常常遇到 我们自己 一定要提高警觉 万万不可被境界所转 这样我们的损失就大了 一次发脾气 不论时间长短 即使是一分钟这么短 我们的心理 生理上的伤害 需要三天的时间 才能够恢复平静 诸位想想 如果是每一天都发一顿脾气 对你的健康损失太大了 这是非常不值得的 文棒 别人毁谤我们 这是在所不免的 我们与大众相处 实实在在 没有方法 令一切大众 对我们的言行 都感到满意 不但我们反复做不到 就是连释迦牟尼弗 他也做不到 你看看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 常常找麻烦的 回谤侮辱的 甚至于陷害的 有提颇大多 内部僧团里面 有六群比丘找麻烦 外面有六四外道 这都是 世尊当年在世 给我们做了好榜样 他对于这些回谤陷害 怎么处理呢 用不动心 用真诚 平等 慈悲 来处理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所以 如果我们 听到别人回谤 还会发脾气 甚至 极力为自己辩护 这个是自寻烦恼 所以廖凡先生在此地举了个比喻 如春蚕作茧 自取缠绵 实在没有这个必要 诺 不为无疑 且有害也 这两句话是智力明眼 因此我们要希望自己一生生活得幸福美满 你就要记住 如何能在一生当中不发脾气 这个是修养功夫到家了 发脾气 刚才说了 对自己身心有害 给对方也有害 彼此都有害 两方面都没有好处 如果我们能够忍受 能够以不动心来处理 我们自己得利益 得什么利益 定会增长 一个人 一生当中的福德 是从定会当中来的 定会增长 就是福德增长 定会是因 福德是果 与对方也有利益 我们没有怨恨心 没有报复心 不给他结怨仇 所以自他联励 这是菩萨道 是菩萨学 我们应当努力来学习 当然初学的时候 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自己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要克服自己的困难 逐渐逐渐就会趋向自然 在最初总是激励的忍耐 若干年后就趋于自然 那么这是举两个例子来说 是其余种种过悟 皆当据礼仪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对私对我 种种的过时 种种的悟行 总得要想一想道理 把这个理想通 是此理极明 故将自知 你只要把道理搞通 它搞明白了 过时自然就消失了 这是改过第二个方法 这个方法比前面殊胜多了 再看辽凡先生讲的第三个方法 何为从心而改呢 故有千段 为心所造 无心不动 过安从身 这是大道理 这个是究竟的道理 人的过时太多了 说之不尽 过时不比说 是你造作 齐心动念 过时就已经形成了 诗文文 我们一天当中 从早到晚 齐了多少个妄念 多少个自私自利的念头 多少个损人利己的念头 这些古患 都是唯一心所造 你心里在齐心动念 所以 佛法的修行 修行的枢纽 就是成定 诸位 千万不要错毁意思 佛法里面修禅定 只有禅宗 那你就搞错了 只要是佛法 无论是大臣 小臣 贤教 密教 宗门 教下 许许多多的宗派 无量无边的法门 佛家常讲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总而言之 都是修禅定 所以禅定 是佛家修行 不论哪个法门 共同的原则 只是修禅定的方法不相同 比如说 密宗里头 用持咒的方法修禅定 这个净土宗 是一念阿弥陀佛的方法修禅定 这持名的方法 也有用观想的方法 也有用观想的方法 在教下 有读诵经典的方法 有用持戒的方法 方法多了 那有一个方法 不是修禅定 如果不是修禅定 那就不是佛法 这个事实 我们总得要搞清楚 搞明白 那么如果真的得定了 什么叫定呢 心 在一切境界里面 顺经 逆经 善缘 这个善缘 是佛教的名词 是对人事环境来说的 善缘 就是跟很多善人在一起 华缘呢 是与很多坐卧的人在一起 人事环境 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 只要自己不齐心不动念 那就叫禅定 无心不动 过安从生 那你来的过失呢 其心动念 就是过失啊 只要我们在一切境界里头 对人 对事 对物 去练 练不动心 练着 不起心动念 那么在所有这个方法里面呢 实实在在讲啊 念佛的方法了 最好 最方便 最容易 为什么呢 这个念头才动 立刻阿弥陀佛 用这一句阿弥陀佛了 把这个念头打下去了 念佛用意在此地 如果一面念佛 一面答妄想 那你就全错了了 念佛 无非是用这一句佛号 把妄念打掉 也就是说 用一个念头 取代一切妄念 念头 不会不起的 如果你要是念头不起 那你就是圣人了 你不是凡人了 凡人 面对外面境界 哪有不起念头的道理呢 所以古大德常讲 不怕念起 只怕着吃 你要觉悟得快 觉悟得快 就是要把这个念头制止 那这一切 进途宗的方法 就是用一句佛号 把它换过来 念头才起来 不要管这个念头 是善是窝 立刻用这一句阿弥陀佛 取而代之 让心里面 只有这一念 不允许第二念 这叫念佛 这叫功夫 久而久之 念头自然不起了 那你就功夫得利了 如果念头还会起的时候 你的功夫不得利了 像天天念书 很用功念书 考试都不及格 你拿不到成绩 所以学佛人 修行人 修行就是 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 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 我们今天采取 持明念佛 这一个办法 用这个办法 在一切实 一切处里面 保持着我们的清净心 那么换一句话说 保持我们不做卧业 下面举几个例子 学者 这个学者就是学佛的人 释迦牟尼佛的学生 释迦牟尼佛现在实际上不在了 他的经典还留在世界 我们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学习 那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 是学者与好色 好名 好祸 这个祸就是物质享受 好怒 种种主过 这些事情 那凡人再说不免 那这种境界限期 我们这个贪心起来 这个贪色贪明 贪享受 成会先起来了 发脾气 就是贪嗔痴起 现前了 这就是故事 这就叫造业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才有这个念头 马上换成阿弥陀佛 把这个好色的念头打掉了 好名的念头打掉了 贪图享受的念头打掉了 发脾气的念头也打掉了 念佛的功德在此地 用其他的方法当然也可以 但是念佛的方法最方便 最简单 也最有效果 所以我们在佛门里面 许许多多的宗派发门 我也热热的失恋 最后我还是选择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简单容易 也非常有效果 就是把这个妄想念头 一举佛号去而代之 把它换过来 逐渐逐渐的 妄念就少了 这些境界限期 恋到时候 一如如不动 不是说眼睛不看 耳朵不听 不接触 不是的 我眼也看耳也听 一样接触 接触不动心 这个 在这个世纪 六根接触境界 就如同看电影 看电视一样 这些境界 佛在薄弱经上 讲得很好 如梦花泡影 如露意如电 应作如是观 这就是佛教给我们 从礼上来观 从礼上来观 从心上来改 非常有效 所以种种种 种种主过 不必逐类寻求 不必要一桩一桩 去想 一桩一桩去改 那个多麻烦 多费事 担当夜心为善 正念先情 邪念自然染污不上 这话说得好 只要我们自己 把握住 保持住 一心为善 怎样叫为善呢 念念度为了利益众生 利益社会 利益国家 以心为善 绝不要想利益自己 主要知道 如果架杂这一个念头 利益自己 你的善就不纯了 善里头有架杂 架杂者不善 这个道理要懂 自己的心 纯善 自己的行为 当然纯善 要做到纯善 决定 不能有 丝毫自私自利的念头 我们才能够成就 正念先情 正念是对邪念说的 邪念就是 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见解 错误的行为 这种错误 对社会是有伤害的 对自己是非常不利的 你伤害社会 伤害别人 将来果报在三途 眼前纵然得一点小利益 往后所受的果报 如果拿来比较一下 你就晓得得不偿失 你得到的太少了 你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了 不值得 所以 实时保持着正念 纯正之念 就是前面讲的 无心不动 外面紧急 了了分明 这正念 修正念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现在一般家庭里面都有电视 从小孩到大人 大概在家庭里面 看电视的时间最多 看电视能不能修行呢 我过去就教不少人 把金刚经的四句记写下来 贴在电视荧光幕的旁边 这四句是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映作如是观 我们用这句记字来看电视 那就是修行了 电视画面你看得清清楚楚 电视的音响你也听得清清楚楚 你在这个里面学什么呢 学如如不动 不要被他转了 他演个欢乐镜头 他笑你也跟他笑 他哭你也跟他哭 你就完了 你自己做不了主啊 你被他转了 修行人怎么样呢 我不被他转 我转他 那你就成功了 愿言经上讲啊 若能转进 则通如来 进阶线前 你不被他所转 你就能转他 所以转他呢 你就能够教导他 你就能够改变他 帮助他 改邪归阵 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定力 没有这个智慧 你自己都保不住自己 你怎么能转别人 那么你明了看电视是修行 是修界定会 然后你就晓得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 无处不是菩萨学处啊 无处不成就 无上道啊 问题就是你会不会 你看看禅宗大德 我们过去在这个娱乐里面 常常看到 他们测验学生 常常问学生 你会不 这两个字的意思 深广无尽 如果你要是真会了 点点滴滴都是佛法 头头是道 左右逢远啊 这才是真正成就 这也是华言经上所讲的 离思无碍 四思无碍 中门跟教下用的说语不一样 意思完全相同 你们想想看 中门讲的 头头是道 足有逢远 教下讲的 离思无碍 四思无碍 不是一个意思吗 法门虽然不同 方法不一样 殊途同归啊 在这个地方 我们果然明白了 我们对于所有宗派 所有法门 都要以恭敬心来对待 没有高下 绝不可以说 我念佛的很高 你那个比我不如我 这个错了 你的心不清净 你的心不平等 你已经迷了 你们有觉悟 真正觉悟了的人 平等的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了 这是对的 这是决定正确 所以一心为善 正念现前要紧啊 假如我们现在的社会 现在的国家 每一个人都能够一心为善 真念现前 这个社会上 哪里会有邪教呢 哪里会有邪知邪见呢 自然就消失 无踪了吧 古德常说 破邪邪正 我们今天把这句话翻过来说 邪正邪就不能存在了 社会上 社会上为什么有这么多邪知邪见 因为没有正知正见的教学 于是邪知见也出来了 大家好奇 就向他学习了 盲从了 应于所谓的是 不怕不设后 只怕后比后 如果政法能提倡了 人民他会辨别 他会比较 两个摆在面前一比较 他就认识了 他自然就会选择了 今天邪教在整个世界 充斥在社会上 什么原因呢 在这个时代里头 没有人提倡正法 儒家打倒孔家地 儒家是正法 是教人 孝提忠信 离义廉耻 教人呢 无伦巴得 正法了 不要了 佛法是正法 佛法教人 孝养父母 奉死死长 慈心不杀 修施善业 现在大家认为 佛法是迷信 破除迷信 打倒迷信 这里就产生了 很大的误会 佛不迷信 佛的口号是 破迷开悟 把破迷开悟当作 迷信打倒了 那什么叫不迷信呢 那一定是 邪法是不迷信 邪教是不迷信 当然社会上 一无疯都去 学邪教去了 这个地方 我们要多想想 怎样能够 怎样能够 先振破写 这在今天 全世界 许许多多国家地区 都用得上 再看下文 下文 从比喻上说 如太阳当空 王梁前消 这两句是比喻 把太阳 把太阳比作正法 把王梁 比作邪法 王梁是妖怪 光天化日之下 妖怪自然 不能存在了 这个道理是相同的 后面 廖凡先生做出结论 此经义之真传 今是精传 亦是唯一 独一 自古以来 甚甚相传 这是真传 故有心造 亦有心改 这个是 从根本改 这样改 才能改得究竟 才能改得彻底 如斩毒树 直断其根 细笔之夜而伐 夜夜而泽载 这再用比喻说 譬如 我们砍树 这个树有毒 不是个好树 我们要把它 零根拔出 从根上去 把他斩断 不必要 知之夜夜 寻之则夜 多麻烦 刚刨掉就好了 之夜自然 就枯萎了 这是说改过 前面讲的 从理上改 就像伐树 从树干上下手 从寺上改 就好像从 一树 这个树叶上下手 这个很麻烦 很不容易 从新改 那就是从根下手 这个容易 而且是 真正做到究竟 再看底下这一段文总结 大地 大地 最上之心 当下 清静 才动 即觉 觉知 就 所以 我们 学服 用功 也要抓到 钢灵 抓到钢灵 从根本上 祈修 就不难 我们今天 讲到 佛法 佛法的经典 那么多 古人形容 毫如阴海 从 印度 流传到中国来的 金月 最早 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 汉明地 永贫十年 公元 六十七年 今年公元 两千年 一年了 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 而实际上呢 佛法了 就是私人流传 到中国来的 那个时间还要早 可能会早到 两三百年 这个正是由国家 派使节 去迎请 聘请的 这是 汉明地 永贫十年 在中国 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金顶 不断地 流入中国 大概最晚的是在南宋 南宋 中国这个翻译 刻印的大藏经 完成 总共有七千多卷 那么现在 再加上中国 古时候 这些祖师大德的著作 都收藏在 这一部丛书里面 现在这个中文大藏经 总共有三万多卷制度 如果我们要向学佛 这么多的典籍 都要去看 都要去研究 都要去学习 那就是寻之则业 这都麻烦了 这要到哪一年 我们才能入门 所以会学的人 从根本学 这就重要了 我学佛五十年了 我讲经 也讲了四十二年了 我在这一生当中 总结佛法的精髓 二十个字 我们存心 就是说 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对思对无 我们用什么心 佛在经教里面教给我们 用真诚心 真决定没有假了 诚则不虚 用真诚心 用清净心 清净决定没有污染 用平等心 平等就没有高下 用真觉心 决定没有迷惑 用慈悲心 爱护一切众生 慈悲心里头 没有自私自利 我们要用这五种心 这五种心 就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 大菩提心 如果用大菩提心来讲 很多人 不好懂 照经典的诸解讲 也很难懂 我这样说法呢 大家就很容易理解 真诚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 佛心 佛是用这个心的 对人 对死 对无 佛的行为是什么呢 行为 我也用了十个字 看破 放下 自在随云 念佛 这个念佛 佛是觉的意思 就是念念觉而不明 念念正而不喜 念念静而不然 那就叫念佛 念自信佛 这个修行 抓住这个纲领 修行就容易了 固然能够欺辱境界 佛家所有经典 摆在你面前 你不会感觉到困难 你都能够统达 学习 所以 试出世间法 都要知道根本 都要抓住它的经药 它的纲领 这样我们就明了了 大概总是最上的 从根本修 至心 它的效果 当下清净 哪有那么多麻烦事情 财动即觉 觉知即无 这个心 财动 立刻就觉 就觉察到 一觉察到 这个念头就熄了 这是古德所说的 不怕念气 只怕觉知 你要觉得快 不要叫握念相续 握念才起来 第二个念头就是真念 这是最好的方法 苟未能染 假如你做不到 罪上你做不到 那就不得已而采取 中间的 所以不得已而求其次 次是明理 须明理已牵制 道理清楚了 道理明白了 自然把这个握念 邪思离开了 又未能染 这个也办不到 也办不到 许随似已禁止 那就只好在 枝枝叶叶上下功夫 这个三层 实在上讲 就是佛家讲的 三种不同根性 上根的人 从根本下手 从其心动念出 断一切我 中等根性的人 用明理一牵制 下根之人 那只有随似一牵制 所以佛 所以佛为这些下根人 制定了 许许多多戒条 这些戒条 诸位同学 一定要晓得 是 释迦摩尼佛当年在世 三千年前 古印度那个社会上的生活规范 在实际上 在实际上呢 我们差距了三千年 在地理环境呢 我们这边是中国 那边是印度 你要能明白这个道理 然后啊 你研究戒律 才真正会有心得 要不要根据那个戒条 一条一条去做呢 不必要 为什么呢 许多生活方式 跟我们现在完全不同了 这个要知道 要懂得他的精神之所在 要学他的精神 思想上应当要用现代的生活方式 不能啊 去学三千年前古印度生活方式 那就错了 那释迦摩尼佛看到也笑话你 你怎么这么笨 所以佛法即使是戒条 条条都是活活活活活的 不是死代版的 但是根本界 那是超越时空 超越时机 超越空间 一切时 一切处 那都是准则 这不能改变 这个根本界是五界 只有五条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求 这个五条确实 不管在什么时代 不管在哪一个地区 都行得通的 这个五条是超越时空 必须要遵守的 那么其他的界条 很多很多 一定要看 适不适合我们现前这个时代 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 应该如何来修定 不远背 不远背他的精神 但是在四项上呢 一定要加以修正 第一次在中国大规模的做这个修定的工作 是唐朝 唐朝 在佛法里面来说呢 有人说 这个佛法在唐朝起了一个革命的运动 也可以这个说法 那就是中国的丛林制度 新切了 马祖建丛林 佛祖立清贵 他们两位大死 齐昌 共修 一中靠中 这两个人 他们是四兄弟 是禅宗第八代的祖司 两位都是第八代的 照一般讲法呢 是慧能大死的徒孙 建丛林 就是把佛法的教学 修行 制度化 正式的制度化了 丛林就像现在的大学一样 组织很严密 丛林的主席 就是方丈 如同学校的校长 丛林的首座 这个首座和尚 相当于一个学校的教育长 丛林里面的维诺和尚 相当于训导长 丛林的建运 相当于总务长 名称不一样 跟现在学校的这个 这个纲林之四 他们的工作分配完全相同 所以丛林里面教育 训寻寻 它是学校啊 正规的立学校来教学 来帮助大家 共同做改过修善的 这个功夫 这叫做修行 所以修行 总而言之 就是改过修善而已啊 现在有很多人误会了 认为修行是 一定要吃长素 一定要天天敲咒沐鱼念经 那个完全想错了 那是形式 形式可以改变的 精神 原理原则不能改变 所以现在有许多一些同修 常常来见我 他们在各个地方去修寺庙 我不赞成 为什么呢 寺庙是2000年以前那个时代 或者是在满清之前 还可以能讲得过去 现代是民族自由开放的社会 总不能叫人再回到 这个专制时代去 这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到场 应当怎样建立 要建立学校的方式 佛教原本就是教育 还要回归到教学上去 所以建学校 不要建寺庙 这样才好 如果讲弘扬佛法 弘扬佛法最好的道场 最理想的道场 那就是现代的卫星电视传播 我们在这个摄影棚里面 讲经说法 利用卫星传播 全世界都能收听到 你说这个效果多大 用这个方法 用这个方法 弘法立身 把佛法的教学 送到每一个人家庭里面去 把佛法的修学 这些理论方法 利用这个科学技术 传选给每一个想学佛的人 这是正确的 不要再盖寺庙了 盖寺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